還有市民的權益也要顧到 台北市U-bike微笑單車 頗受市民歡迎 不過台北市議員許淑華今天爆料 他說廠商的報價貴得離譜 像是一台腳踏車就要價將近一萬塊錢 比起同類型的腳踏車 只要四千多塊錢 實在是貴得相當誇張 但是台北市政府竟然還照單全收 因此議員就痛批 這樣不合理的報價 為什麼還要由市民買單 直接把自行車搬進一場內 台北市議員許淑華痛批 北市U-bike一台竟然要花將近一萬塊 和同類型市售單車比一比 足足貴了一倍 根本是拿人民的錢開玩笑 工作燈箱寶寶會有爆七萬塊錢 你知道外面的行期價 包括施工土庫費用 全部都加進去 包括拉線拉管 全部加進去 三萬五到四萬不得 這樣子左右的價格這樣爆起來 你不認為它的價格 真的是比外面的行期價高 貴了很多 議員批評不只腳踏車費 包括廣告燈箱 甚至是建設服務中心的報價 都高得嚇人 整體建置費加上營運費 市府就補助一半 給廠商兩億六千八百萬 這樣難道合理嗎 扁這個我剛剛講是要投標時候報進來 我們並不是逐項去 那你給錢不是這樣子給吧 北市府強調 當初是按廠商規劃報價 做整體評估 業者也趕緊跳出來澄清 不論我們是用五千塊一輛的車子 或者是一萬多塊一輛的車子 市政府都一樣 要給營運廠商2.68億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說 我們要給市民一個好的系統 我不要用一輛五千塊錢的車子 來給市民騎 業者強調拿了市府的補助 大可使用品質較低的產品 但是他們還是選用較好的配件 維護民眾權利 只是這樣的報價看在市民眼裡 不知做何感想 郵電TV 張崇敏 正希 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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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